我们在上期视频中说到了马尔他的数字游民申请到之后 大部分的客户会考虑到深耕区去生活去工作 甚至是考虑转换深耕区的长期的居留类型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办理完马尔他数字游民之后 在深耕区生活的可能性 那我先说答案 这个可行性是完全存在的 那首先我们来讲身份合法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深耕区因为欧盟 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你不违反深耕区人口自由流动的一个前提之下 作为外国人来说呢 你可以在每半年去另外一个深耕区生活三个月 然后每一年呢可以在其他深耕区生活半年的时间 因为深耕区的人口自由流动 因为深耕区没有边界 所以大家在旅行这个时间表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是出于自觉 当然这里没有一个后续的续签性问题 如果你办的是马尔他的数字游民 那第二年你需要续签出你的新的马尔他数字游民的签证 不然的话你在深耕区就失去了合法居住的可能性 所以说到这个问题 就涉及到了在马尔他的一个固定住址证明 这个问题包括但是不仅限在马尔他 不管你是办深耕区的任意国家的长期居留 这些国家都是需要你在本地提供住址证明的 这就是意味着这是你人已经离开了马尔他 但是在明年或者是后年续签的时候 你仍然需要提供在马尔他的住址证明 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严谨起来 因为每个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不同 有的国家可能就是比较放松 比如说西北亚意大利包括马尔他本身 他对这个第一次申请包括续签 他的这个审查的程度就会比较松一些 但是如果咱们往北面走的话 比如说德国呀包括这个北欧四小国 这些国家对于移民者的申请就比较严谨 因为他民族本身就是比较严谨的 所以出于严谨的态度 即使你在深耕区内没有出紧张 也没有等于离开这个深耕区 你是有资格拿到下一次长期的一个记录签证的 但是并不代表移民局就一定不能知道 你离开了这个国家 比如说你是在深耕区内乘坐飞机 从一个深耕区坐到另外一个深耕区 那虽然你在出机场和入机场的时候 都没有走海关 也没有出紧张 但是你的航空记录对于各个国家的移民局 这个记录是可查的 你的姓名 你的这个出生年日日 你的护照号 这三个信息一旦对上的话 其实移民局就知道了 你在某个时间节点去了某个国家 所以出于严谨来考虑的话 如果大家是想 基于拿马尔他的身份 然后长期的生活在另外一个深耕区的话 那我的建议就是乘坐欧洲境内的火车 或者是自己开汽车 或者是乘坐长途客运车 来进行国家和国家的交换 国家和国家的旅行 因为这些旅行方式是不计名买票的 所以这个就是通过办理马尔他数字有名的居留之后 在其他深耕区长期生活的一个原理 然后其他深耕区和马尔他是完全适用的 27个深耕区大家是可以任意发挥的 那这一点说完之后我们来说一下 不管你是办理什么方式离开中国 现在都涉及到一个资金转移 资金转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但是这两天在客户 但是这两天在客户自信我的时候 这个问题仍然被反复的强调 中国人其实现在是有两个问题 你手里面如果是有钱的话 其实你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你在中国的钱 证明不了这个合法的资金来源证明 这个问题是有普遍存在性的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客户 所有的人你都证明不了你的工资的合法来源证明 那有些朋友是有这个工作的 那你的工资当然可以合法证明 有些朋友呢是有这个股票和理财投资的 那这些的时候也是可以合法证明 但是就不排除一些朋友 他的工资就是不能够合法的证明 他的合法来源性 因为他在中国没有报税记录嘛 那没有报税记录的话 在欧洲就不能被视为这笔钱具有合法来源性 那基于这种情况呢 这个是在中国持有人民币的情况之下 把钱汇到欧洲之后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老上常常的问题 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个中国的外汇管制 那基于你想把你国内的钱汇到海外的一个额度的多少 如果你的钱是在百万之内 那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的好解决 那目前来说的话 每日每年通过中国的银行仍然可以以合法的名义 出五万美元的一个额度 那除此之外呢 疫情期间新兴的一些速汇平台 比如说中国的熊猫速汇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把你的钱汇到海外 那熊猫速汇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它是不占你每年五万美金的一个额度的 所以除了五万美元每日每年的额度 你还可以通过熊猫速汇 每年汇出30万人民币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资本是在100万以内 那目前已经解决了60万人民币的一个出金 那剩下的40万 如果你想在短期或者是尽快的转移到海外 那可以通过目前的这个虚拟货币平台 所以就很轻松的完成了 当然如果你的资产比较大 然后这些资产转移到海外之后 涉及到海外的投资和理财 那这种情况的话 每人每年五万的额度是可以用的 熊猫速汇 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的额度是可以用的 但是通过虚拟货币的平台 如果你想大量的汇到海外的话 这个方式是完全可以的 这个方式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问题就是 当你想把虚拟货币里面的钱变成法币之前 欧洲地区包括世界上的主流发达国家 都是需要证明这个资金来源证明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国内的钱 是不能够证明你的合法资金来源证明 并且你有大量的资金想转移到海外 那虚拟货币的这个方式 在欧洲地区在北美地区 在这个凡喜田调查 以及虚拟货币金融管理特别严苛的国家就不可行 所以大家需要考虑对于虚拟货币监管并不严苛的 对于这个合法收入来源证明 并不是特别在意的这些国家 比如说距离欧洲比较近的土耳其 距离欧洲比较近的哥鲁吉亚或者是亚明尼亚 那说到这个资金转移本身的事情 有一件事情不能不做的就是到了欧洲之后 大家一定要做的就是需要在本地的银行开户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出金就是意味着你在海外有一个账户要接受你的资金 当然如果你在海外已经有了一个户头 比如说你在香港 比如说你在新加坡有户头 没问题 你可以先转到第三方国家 但是无论怎样 如果你的长期居住地不是在你现在的开户行 比如说你现在是在马尔他生活 那你到马尔他 首先要做的就是申请马尔他本地的银行 不管是马尔他的辉丰银行 还是马尔他的这个瓦拉坦银行 大家都是可以考虑的话 辉丰银行在全世界都是有非常广化的分布 所以我相信到了马尔他开辉丰银行户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当你开了辉丰银行户头之后 如果你的资质量不是很大的话 比如说是100万以内 你每人每年5万的额度 包括这个匈猫素汇 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的额度 都可以汇到你在马尔他 汇丰银行里面的账户 这里面的话 这些钱汇到马尔他之后 你是可以在欧洲进行随意的支配的 因为马尔他用的是欧元 如果你是在其他欧元区想投资 想买房 或者是想做任何关于花钱的事情 你是没有任何汇率损失的 所以这个是资金转移的问题 到了海外先开户 开完户之后 如果是小额的话 通过中国银行 中国各大银行的换回 包括匈猫素汇 以及虚拟货币 是三种方式 把你的资金在短时间内转到海外 大量的话 大家需要参见我之前 关于资金转移的一些对视频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说了 马尔他数字游民在其他深耕区 生活的可能性 半里外 马尔他数字游民资金转移 资金出境的一些渠道和方式 那我们来说一下来到欧洲之后 大家的这个终极目标 永居或者是国籍 马尔他的数字游民是不支持 永居和国籍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是一个非移民项目 包括欧洲地区各个国家 推出的Digital Nomad 他都不是支持永居或者是移民的 都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一般是三到五年的一个时间限制 你这个时间段一旦待完的话 你就需要离开这个国家 或者是在这个国家转成 其他的拘留方式 所以Digital Nomad在疫情之后 和大家有用来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高成功率 比如说马尔他的数字游民 他不需要原要求 他不需要学历背景 他不需要这个无犯罪证明 也就是说他对你没有任何的邀请 而且马尔他数字游民 也是可以作为全家两代移民来申请的 那他好奇的问题就是 他没有一个持久性 马尔他数字游民的话 只能让你在马尔他 或者是人根区最长住满三年 三年之后你需要练寻他出 所以不管是永居还是国籍 的前提是 你做的这个项目一定是移民项目 移民项目目前在欧洲来说 比较低成本的 就是各个国家的非盈利项目 那比较好入手的 我在上一期视频中 也和大家介绍过的 比如说 葡萄牙第七 西班牙的非盈利 都是非常好入手的一些项目 而且这些项目 你一旦人到了马尔他之后 你在马尔他境内申请 葡萄牙的第七 西班牙的非盈利 你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接近于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而且你的申请要求 和国内相比的话 也会变得完全不同 我们再具体话来说的话 比如说葡萄牙的第七 葡萄牙的第七 如果你在国内申请的话 你需要提供被动性收入 每年的被动性收入 应该不少于一万欧元 但是如果你在欧盟境内申请 即使你不满足被动收入 每年一万欧元的一个收入 你仍然可以通过存款的方式 提出西班牙第七的申请 而且你货币的概率是非常之大的 那西班牙的非盈利 西班牙非盈利在国内申请的话 既要提供存款证明 也要提供主动和被动的收入 总而言之 提供出你所有的财力证明 包括存款 在国内申请非盈利 才有一个较高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人到了马尔他 在欧洲境内申请西班牙的非盈利的话 你只需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存款证明 即可满足非盈利 西班牙非盈利的一个申请条件 所以大家看到了一个申请难度的差异 在中国申请 在欧洲申请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资金量不足 但是你可以在欧洲长期生活的一些朋友的 比较廉价的选择 西班牙和普特亚 也包括其他国家的非盈利性质的签证 当然大家如果资金量比较充足的话 也可以考虑欧洲地区的黄金签证项目 不管是目前来说的话 是西班牙的黄金签证 希腊的黄金签证 包括兰陀威亚的黄金签证 从25万至50万欧元不等的购房移民项目 这些项目一旦做下来的话 它的优势就是对你的居住时间 在没有应行的要求 然后后期涉及到永居和国籍的事情来说 目前欧洲的所有的国家 除了西班牙之外在你拿长居的时候是没有语言考试的 其他的所有的黄金签证的国家 包括非盈利的国家 在申请长居和永居的时候都是有语言考试的 国籍的话一般都是6到8年不等的一个时间 长居和永居一般是到第5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通过马尔他的数字游民 马尔他的Digital Nomad成功的进入到欧洲 到达欧洲之后先进行资金转移 资金转移之后选择一个可移民的项目 不管是之前介绍的非盈利性质的拘留签证申请 还是房产投资的黄金签证性质的拘留申请 所以说到这里 这一期想介绍的三个重点就完全介绍完毕了 通过马尔他的Digital Nomad在深圳区生活的可能性 来到马尔他之后资金转移的一些渠道和方式 以及在进入到马尔他之后选择欧盟其他国家的永居和国籍的项目 大家如果对于马尔他的数字游民的申请条件 办理流程办理周期还有任何疑问的话 是可以跟我进行付费的个案咨询 申请条件其实就反复的和大家强调过了 马尔他的数字游民是可以适合任何人来申请的 不管你的年纪大小 不管你是否具有语言能力 不管你是否有学历证明 不管你是否有存款 不管你在中国是否有犯罪记录 不管是个人申请 还是全家两代移民申请 马尔他数字游民都是可以让你或者是你的家庭 来到深圳区来到欧盟的这么一个项目 然后在后期通过在马尔他如何在深圳区生活 或者是创业或者是学习 有特定性问题的话 大家需要个案咨询 来到马尔他之后 如何选择正确的 对你或者是你的家庭最有利的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项目的话 大家可以和我进行单独的个案咨询 这样子显然可能是anc兽的 对你希望你能够到他 这个答案咨询 就像我一样咨询 我先询 你询